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马力欧陪你喝一杯,我是马力欧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这首歌呢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部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 另外还有星小琪的《味道》、张学友、《如果爱》、 蔡静雅的《陌生人》、莫文蔚的《爱情》、肖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以及王菲的《我愿意》 通通都来自于知名的华语乐坛作词人姚谦之首 本集的来宾姚谦呢,他曾经担任过EMI和维京音乐的总经理 以及Sony音乐华语部总经理 打造出张青芳、吴斯凯、肖亚轩、刘若英、李文、江美琪等等知名华语歌手 他曾经发表过的歌词多达600多首 被张小燕誉为最懂女人心的作词人 除了音乐人的身份 其实他也是爱好艺术的收藏家 在艺术收藏上面呢,有将近30年的资历了 姚谦喜欢把这些收藏品摆设在家中各个角落 让艺术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 对了,姚谦现在也有Podcast节目哦 节目名字叫《一个人的收藏》 有关于姚谦的艺术收藏故事 也有个人生命的思考与体悟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感受更多身为艺术收藏家身份的姚谦 我们今天呢,还是先从写歌词开始聊起 姚谦认为所有的创作都需要练习 那他年轻的时候又是如何练习写歌词的呢? 另外,你知道他近年来比较喜欢写什么样的歌词吗? 后半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艺术收藏 你知道买画之后,你才会注意到的事情是什么吗? 姚谦从1996年开始买进第一幅画作到现在 总共有多少收藏品 主张要跟收藏的艺术一起生活的姚谦 家里不够放的艺术作品都放在专门的仓库当中 那你知道他多久会转换一次他的藏品呢? 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请大家多多分享 给更多的人知道我们《马利欧陪你喝一杯》这个节目 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五星留言推爆它 也可以在脸书和IG搜寻《马利欧陪你喝一杯》 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还有留言给我们 你们每一个人的鼓励 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节目最棒的动力 让我们先来欢迎姚谦 今天当然主要讲那个收藏这件事情 比较多 但是我相信大家从一开始知道 姚谦这个名字大概都是从歌词 那边开始的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你写了非常多有名的歌词 然后这个歌词也很多 我看到的是六百多首 对,你有一个确切的书记 没有,因为我的版权公司 虽然经营我的版权应该三十年了 但他时不时就说 这个歌是不是你写的 我说好像是我写的 他又经常会找到这样子 因为我从事音乐大概十年之后 在台湾才开始有版权的制度出来 所以前十年就经常在回收当中 所以到目前是六百多了 大概六百五六十吧 OK 这个写词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腻的时候过 我常常 当他是一个工作有时间压力的时候 我就会腻了 其实到今天为止都是还是一样 所以我这十年写的很少的原因 并不是说写歌词让我腻 而是我比较不能被逼 但是以前又自己做管理 常常要逼别人 我很会逼别人 所以常常也要自我整理一下 但是写东西现在就像喝酒 或者买艺术品 就是你还是有很多在上面的乐趣 必须满足 你做那件事情就没 就不会有压力 这是我的心里的想法 后来怎么样决定要不要写呢 或者说要不要决定要不要接呢 我讲这个话 可能有些同行的朋友就会讨厌我 我运气很好 我在整个流行音乐 在亚洲 在华语 在台湾兴起 我正好在他前戏进来 也正好是广告电影 全面 还有出版业全面兴起的时候 然后其实上面是最后一波 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人才并不是很拥挤 所以我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那时候运气好了 是我总遇到愿意支持 因为那时候就像我常举例 就像张晓燕小燕姐 他那时候有个叫综艺版 他有排行榜 你看他就有概念在排行榜 他不会只讲歌名歌者 他甚至会谁谁写的都会说 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写歌 就遇到这些事 例如就算写歌也都是 我在录音师工作 那做词人陈嘉丽交不了稿 就问我 自作人就说 那你平时会写新闻稿 你写一下吧 我就这么写 所以呢 我这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写歌词 其实我是一直是 还是顺风顺水 只是到唱片变很大的时候 我又变管理 所以我经常是定义一个专辑 出版计划 然后定义专辑的一个方向的时候 我经常是先写一两首reference 把概念定出来 然后再邀稿 所以那时候我写东西被逼的 就是被命题做很少 除非是电影电视剧 所以我一直在写 写歌词上面都是 主动意愿很高 那被动就是说 不是我同一个商品公司的人 来邀约的话 那我经常就看 我喜不喜欢这个制作人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很强烈的写 但是当我决定减产 其实是很大的原因 是我发现生命中 还有很多事情应该去试 而以前我太喜欢我的工作 写歌词 其实我没有真的很讨厌过 除非有时候 真的是结稿时间到了 当或者像以前 碰到歌手比较手 像余晨基 一个歌词要写八遍 他说这个字不好唱 把我给搞毛了这样子 以外大部分我都是愉快的 但是我停下来是觉得 我应该把时间主权给我 对对对 给我自己去看看 我就算我五十岁之后 就开始做一件事情 说我以前会先不想去的地方 讨厌做的事 包含喝酒 因为喝酒会让我头疼 然后会让我隔天会头疼 因为以前不懂酒 或者是让我不专心 那我从小就是一个不专心人 所以我经常约束自己要专心 我永远是一次两本书在看 永远来做这种事 我回到五十岁之后 我就开始把自己以前漏掉的那个部分 那你就好 你就可以不专心 你就一次看三本书 那你去像印度 以前发誓绝对不会去老鼠那么多的国家 我就跑去 我讨厌 我不愿意做的是像运动 有些运动我就开始尝试 包含喝酒 我都开始放开这个之后 那时候我就发现 我必须从我喜欢做的事情让出时间 所以我就开始减少写 阅读增加了 但阅读文字音乐 我现在听了很多 但是写的很少了 所以就是看心情 我还是有个有计划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2000年的时候跟刘若英合作 那时候张安家他们经纪人 是一个大团队嘛 然后他终于从一个大唱片公司 来跟我合作 我当就一半经纪交易给我 然后他们大概一周最后发现 就是说 大家你都早上九点十点 再回Email 我说对啊 我起来要两个小时后 就开始回Email了 他说我们 因为他以前在滚石 我们滚石是三点不漏的 我以前面 他们以前面的滚石是三点不漏 我是一定是在十点 我大概十二点以前 把所有重要的回复Email 全部写完的人 然后晚上下午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在想 跟各企划部门讨论各部分的事 所以我以前表面上是 看起来很自由 但是心里面还是 还是有一个词在那 OK 所以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会比较 看自己觉得感觉怎么样 再决定要不要写这些东西 有有有 这个东西比较高 例如 现在就不会每一天固定行程 我现在 我会现在就是说 例如今天要看书 今天是 因为看书 我现在 我花眼看得比较慢 经常看看看就会跳航 然后经常闹闹 然后所以看书 我要更大的难兴趣去看 这样子 所以我经常鼓励自己 就是看一天 那隔天 你好好Netflix随便看 我就会 我常会跟自己 这样子鼓励 还是就是放一锦一天 送一天的 但是我还是维持以前的 就是每一 每个 每个月的大计划 分配时间 和每一周的小时间 都要盯清楚 但就不会给自己一个说 我我今年要 要不要写歌词 或是 没有 就很 看情况就对 而且 我现在比较相信 缘 缘分 嗯 就是说 因为这几年 写很厉害歌手 也有了 但是 比较大陆的合作比较多 那我比较有趣 这几年发生 就是非专业歌手 但是 就像 有些非 职业演员 他去演戏 你会发现 他的表演方式 他没有学术系统 他形成一个 很有魅力的表演 舞蹈者啊 等等这些 或艺术家 然后 我现在也开始 让一些 最几年都跟一些 舞台 话剧 很好的 一些 一些演员 合作 最近写 最近 刘敏涛 小姐的合作 他就是一个 就他就像 源泉啊 拱立这种是 正盘出身 终于到 中年红了 因为 在中国 中年红 变成 主演 的那种 的几率是比较高 台湾好像还是 还在跟日本 比较相近 那 他在这时候 他就会 他们的话剧训练 语调啊 或 一些些 他们有很多的 语言训练 所以他们在 表演唱歌的时候 是很有魅力 然后他就吸引我 我就答应做 因为他们 有机会 终于 所谓的 有市场了 然后投资人 愿意 各方面给他说 他就会希望 有自己的音乐作品 然后这种东西 就像十年前 我做原权一样 我觉得这种作品 反而是留下 因为现在好像 跟我唱片 唯一商业时代的 音乐市场 那时候 唱片是个商品 它是一个很大的 系统的产业 现在没有了 现在音乐是一个 在网络 基本上 音乐本身是无价的 就卖不出去的 但是 他反而这时候 会成立作品 我反而相反 认为 所以我现在 完全不走商业 反而走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 开始在上面 有很多乐趣了 你跟一个 讲话口音这样子 他可以用 一百种口气 唱一句歌词的 一个表演者 我再写他的歌词 就开始很有想象力了 所以我现在开始 是挑这一个 像去年我做一个 甚至我朋友说 你就是晚节不保 的案子 我做了姚安娜 那任任飞的女儿 可是他就是一个 教养很好的孩子 但大家就定义 他是富二代 然后我就觉得 那么看他的确 不大会唱歌 可是他想走这一行 他父母也支持你 你就试试看吧 然后我做 他们愿意 就是交给我 那我好 我就来做 然后这时候 我也在看 一个中国那么大的 企业家 他家教 系统怎么样 这么一个孩子 他怎么表达 一个概念 这对我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阅读和思考 对应思考 我现在这几年 很多的音乐工作 几乎是做这种事 而不是要做一个 很红的歌 由于现在也在 很难成就很红的歌了 或要做一个 有影响时代 因为现在阅读 是越来越诗人化 越来越分众的时候 那我只对自己说 那我的经历的思考 可以留下什么作品 其实前面几年 我正好经历唱片 全盛时期 在唱片是一个 彩业的时候 我可以写这些作物系 现在好像时代改变了 每个人都是作家 每个人都是歌手 每个人都是演员的时候 那我的作品 在这些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 艺术家的artist的时候 那我怎么跟他们合作 这个是我这段时间的思考 所以我讲了 有点长篇大论 但是我最近的工作 我大概只要跟音乐观 我经常会这么思考 就是一个 以前是商业主流 大众化的时代 现在不是 现在分众 但是可以尝试一些 特别 然后比较有趣的 所以你刚刚问我 自由 我更想解释的这个 因为以前 我这么说 大家不要 以前就像发行一个 八大发行电影 以前我们是做三 做五年计划 三年是要做到 每年几张 甚至要 第二年的哪一个月左右 要发谁的 而且我都要想清楚 那时候 他应该要变成什么样 唱什么歌 所以我现在 有时候写歌 像最近 刘明涛一个歌 我就开始跟 那个编曲说 我这个歌 我那是去年十月 我说这个歌 计划是明年五月 张家天 所以是夏天 你那个 reverse event 那你个乐器 不能用这个几个乐器 这个是冬天音乐器 他第一次编给我 帮我说 不行 这是Christmas 听的音乐 我这是明年夏天 要入夏 要听的音乐 我到现在还是维持 当时就抓得很 紧 很准 对对对 就是很要 你必须要想清楚 可是说实在想清楚 我们那时候 就觉得很厉害 想清楚 可是那时候想清楚 都是商业计算 都是商业计算的结果 现在更多 就纯粹是自己 想要的 想实验的东西 这个我们刚刚讲说 六百多首歌 但其实我之前看你访谈的时候 也提过说 其实这种创作类型的东西 除了天分之外 其实练习 练习是很重要的 但你写歌 歌词这件事情 然后你写这么多 你的练习是什么 我常说一个例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还蛮乐意做一些 所谓写作的 我也在做一些 课程 音乐的课程 我在想 因为在那个课程 让我回想 否则我很少去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唱片公司 做制作部的 还没有到管理阶层 他还在执行阶层的时候 我是本能的 因为你知道 很多年轻的朋友 现在应该是吧 如果你很喜欢一件事 你就会模拟试着做 所以那时候我很喜欢听音乐 然后开始进入唱片公司 然后很高兴 尤其到制作 每次录音是我最喜欢的部门 当时唱片还没有分什么 企划部啊 包装啊 业务啊 你通通得干 连录音室你都得去 还是接歌星上下班 我都得做 所以在录音室是我最高兴 所以我更乐意 每次听一首歌 他在唱的时候 我就会想 这如果是歌词在没有 所以我记得我在 那时候我练出一个 自己的练功法 就是我常常 尤其是常去日本 出国的时候买一大堆CD 我如果喜欢的音乐 我试着 我不看原歌词 不翻译 我就直接听那个旋律 我来觉得 他应该是唱 什么故事 什么场景 什么文字 用中文试着填写 那时候我一天 我每天下班再来 我都给自己 要写一首歌 才睡觉的命题 我那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很穷啊 我记得有个歌手 郑书琪 他也是从台东过来 然后他从学校宿舍 想搬出来 就跟我租了一个房间 那时候他看我 每天都在写 他都问我在写日记 我说不 因为我戴着耳机 我说我在写歌词 他就很讶异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常会鼓励 创作歌手 我常会嫌弃 手一点 我写 有些曲写的好词 都很烂 你们要练习 像我这样 我都是听着 我如果喜欢这首歌 所以那时候 我最常练的是 中导文学的歌 因为他的词的诗意 是我非常喜欢的 但是他又很女性的那种 有点像张爱 你的私密点的书写 我觉得这点 是我要练的 也就练到后来 我专门写女性情歌 在写 比如你会给人家看吗 还是你就自己觉得 那时候都不给人家看 有啦 有 那时候在录音室 偶尔会问一下 那时候最常工作就成阳 真的是两个男生 在一个录音室 一关就两年 每天像上下班这样见面 是看久了 也要找话题 我昨天喜欢听 他后来也造成 他找我写 有时候他会接一个案子 广告案 他说 要先帮我起个头吧 他们要什么什么 你会写几个文字 他一定要文字 能写旋律的人 所以那以前他 像他写电影主题曲 都是编剧写的 像鲁冰花就是 吴恋真谁叫词 他就写曲 只是后来孩子唱不了 然后才紧急 一个简单的歌 那他又要文字 我就在录音室 就是一下子写 就是我看过小说 我就很快给了 就写一个 他就导演说 那就像儿歌般的歌词 因为吴恋真老师 在词很好 但是就太红 孩子唱不了 背不起来 再上陈阳的旋律 然后我就写了 天上心不如 就写了四句 陈阳就马上谱 就是两个小时 连写曲两个小时 就做一个demo 就他到山上去拍了 也就因此我就开始 紧急救难式的 写歌词的声音 这个很好玩 因为鲁冰花 当然就是很早就很红的一首歌 而且刚刚讲其实很快 就很短时间之内 就是救火 把他弄完了 那这个时间很短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那有没有什么歌词是 你磨了很久 然后觉得是很辛苦 然后花了很长的时间 你有印象 比如说哪一首特别久 刚刚我不是水果说一下 我现在只要有 现在也 反正都不是朋友了 不是同志 余生庆 我都常 人家说最难搞的是 余生庆 一个他一套歌词 一个歌词成为了 改了八次的那种 因为很熟 他永远唱不了 唱不了 那我就 好好好就写 唱不了就写 那也无所谓 也到难不了 因为有的时候 真的改不了 我不高兴 他就老实唱了 这样子 还是很平衡的关系了 但是有过是 也有很多是 自己这个砍过 你写你就觉得 我其实写歌词 最怕言之无误 尤其量大的时候 我写歌词写的并不算多 因为我常开玩笑 像林西亚他们 就是一日三餐写三首这样子 那不小心还吃个消 也有出来一首 那我是大概都 大概七天才能一首 那因为我还是要听首 我一定要喜欢那个旋律 或者我还想明白 所以我经常 最大门槛是写出来 我常常就有那一套 然后你家说的重点是什么 没有内核的 这个是我最难跨过 像最近就有一首 我最近在写林又嘉的 因为他有一天就突然 我们十年没有联练 他就联系 我还在写 写了三个月了 三个月一首 那在中间他有休息 因为他正好录音 pending 然后他先改演唱会 所以我也就放松 像他这个算是比较长的纪录 那也有就是说我每天写都写不出来 那就是最痛苦的 我常常把痛苦事忘掉 应该有很多 我这里得想一下 没关系 我们想想 说不定等一下我们就想起来 应该有很多 具体说 可是我印象中 我永远只要填出来是没问题的 但你填出来 你会觉得像 这酒一喝就是味道不对 味道不那么好 喝就是一个表面味道有 没有后劲 没有后面 我就怕歌词 你读第二遍 就跟着喝第二遍 你就说 就像讲一个没有糖味的口香糖 我碰到这个是我最难解决 我字数都写好了 歌名方向都定 就写出来东西自己觉得毫无余味 就是我最害怕的 那重写也不是不重 那竹子修 那更越 永远是越修越惨 那只要落入那个循环 都是一周以上才知道要搞 OK 就是做 余味是很重要的 反正没有余味 你就觉得很痛苦 我们之所以有诗与歌的原因 就是他的重复之中 有不同的滋味层次出来 才会有诗 所以有歌的原因 那么如果你连这一点当 当歌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余味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当前面讲 都是跟写词 跟音乐有关的事情 那你自己看 当你刚刚讲说50岁 你开始慢慢减少 跟这个流行音乐有关的一些工作 也好 或者接触也好的时候 你自己怎么回头看 你对流行音乐这件事情 你说贡献也好 或者是影响也好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 当时大纲你们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遇过 又简单又困难回答 因为最近我常在艺术那边 问到一个NFT的事 对 就是我常常想 好像现在定义NFT是早了 但现在来说流行音乐 好像是正好 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段落去看他 那我现在比较 不敢说是客观 就是比较有理由去定义自己 当时曾经做了些什么事情 尤其在流行音乐 不只是写歌词 还有参与那一段华语流行音乐 最密集的黄金时期吧 我觉得我有两个价值还可以 一个就是我一直定义 我自己存在的价值 最有价值是类似bridge 就桥的概念 就是我发现 当我还没有到大的管理阶段的时候 我经常是挖出 这个人写得很好 推荐给老板 推荐给制作人 我那时候很喜欢听demo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卡带 那还有数位的 卡带的 然后人家录完音 就录个卡带 就记他台南 就记来唱片公司投稿 我就是一箱一箱的听 我那时候很有理由 我觉得这个世界太有趣 各式各样的人 各式各样的描述 他生活中的小片段 变成歌的人 我非常的享受 所以经常那时候 我常会 后来我发现 有一些人 后来就好像就是 变成固定的专业的创作者了 这是让我很高兴的事 我经常做 那第二个就是 那时候会投稿 被拒绝的稿 可是我觉得很好 我就跟他们 或者我在找一个 经过作者同意 找一个编曲 把速度改了 调整一下 变成别种形式 再去投稿成功的 就是我就不时 那时候我很喜欢做这种 transfer 就是解释 因为创作者 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 就是创作者本身 跟最后的聆听者之间 我是怎么沟通 所以这个功能 是我刚刚说的 我在唱片界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 也许我填了一个词 把一个旋律的解读 也许我做了一个唱片的定义 或歌手的定义 或唱片专辑的定义 的一个想法包装 让聆听者认识这一个歌手 或这一个音乐的 我要传递 我一直觉得 我在做这个转换 这件事情 是我很喜欢做的 那这个很难定义 在唱片的一个角 职位上 职位上 可是那时候 我经常做这个事 接着我今天 我还是很热衷 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来 我现在来看 我一直都不觉得 我歌词写多好 因为其实像 我一直觉得像姚若龙 林夕真的很有才华 我觉得我才华不及他们 那他们的对仗 各种方法 会有点子 都想得到 而我经常 可能都要大量阅读之后 时间到了 要顺着自己意思 才成就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所以 但是我一直觉得 我在这个系统里面 来做一些调整 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觉得 很享受 而且觉得回味无穷 甚至小小的骄傲 就成就了一些事情 在那里 也许是一首歌 也许是一个专辑 也许是一个艺人 也许是一个编曲 这是我最高兴的事 这个很有意思 这听起来就是 其实跟我们做编辑 有点类似 像像像像 非常像 非常像 一个搭桥的工作 对对对 而且这么说 我们经常会说 你看这个 这首专辑 这个歌手红 或者写曲的人红的 或者是 但是经常 大家讨论说 你被这些感动的 潜台词 其实是被这个专辑的 企划给说服了 并不是歌手说服你 而且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已经被一个 你不认识的人给洗脑了 这就是编辑的工作 有点 这是很捷径的 我们通常都会 请来宾跟我们分享 喝酒的一个故事 那故事 不管是自己的朋友的 或者是 喜欢喝什么酒 或者是 反正什么想法都可以 反正就要跟喝酒 跟酒有关都可以 好啊 对对 那请大家多包含 我很羡慕 喝酒会放松的人 嗯 我不会 因为我喝 喝如果多一点的话 我就睡觉了 嗯 我就是那种 就是可以被剪死的那种 哈哈哈哈 我就要稍微喝 我就笑笑 然后我就会睡着了 我就就地了 就躺下 然后等到我睡过瘾 我才会进来 但是我很羡慕 喝酒 喝一点微醺之后 就很愉快在交谈 或者很放松之后 这是我一直做不到的事 但是呢 有时候放松 就会吹牛皮 然后我就说一个吹牛皮 有一年 有一次就几个朋友 包含艺术家 然后还有一些厂家 经常会聚会 那我也被要求了 大家喝了一个酒 然后每次人就要表达 那是喝 红酒 然后每次人喝完就说 对啊 那个 那个 这个里面还有什么 然后一个人喝 对啊 对啊 这个好喜欢 那一年就是 就开始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只有一个 而且是女性 就是完全就是 不喜欢参与演出的女性 就哪眼旁边 就说 你们刚刚讲的那一圈 讲了一群男的 那一圈大部分的男 讲完 你们那些都在哪一本书上 都评过 都是这么说的 你们到底是喝酒 还是看书呀 就是酸 我常 可是那一件事 让我一个启发 就对啊 喝酒就像 刚刚我在楼下 看到有人在卖那个香精 我就说我很喜欢 那种木头味 或者一些奇怪味道的 尝一些奇怪味道 因为那些东西 常常会激发你一些记忆 我突然发觉说 其实喝酒 应该每个人喝的不一样 虽然它是同一口酒 可是你对那些的味道的记忆 不同而产生不同 所以它到激发 我可以用我的记忆里面 来读一个味道的事情 这是我想分享的事情 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喝酒在享受酒的味道 是用你的记忆里面的 就像说 我最喜欢的那个香精 是一个英文调的 它就是图书馆 然后它解释 它特别去找一些 发酵好的霉味去调出来 因为它去图书馆里面 就是那个霉味 会让你觉得 那才是一个芝士的香味 我特别喜欢那个 所以刚刚我说 那个煤泰 煤泥的味道 我很喜欢的原因 可能就是那种 看起来很平常 但是你基本上 你不应该会喜欢 但是它跟你记忆有关系的 我发觉在酒里面 有在一些调香式的 适配调出来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最近其实主要很多的 访问也好 或者是书也好 包括最近也做podcast 其实跟那个收藏有关 最近就做了一个 在静豪厅有一个人的收藏 那这个收藏这件事情 也是蛮早就开始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开始 我听过这故事 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什么时候开始 走入收藏这一条路 我常常都 我都会从头说 我小时候会画画 很爱画画 我爸爸是画水墨的 但是我到国小四年 我从小就 班上就画画 一直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低年级版 那我在家叫做乱涂鸭 然后有一次 因为我爸很高兴 我爸我儿子去校季比赛 在台南市的一个国小 第一年级大赛里面 二三十个各校代表 老师带我们去比赛 那我爸爸突然在教室 比赛场的教室外出现了 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爸出现 孩子嘛 爸爸突然来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师范 台南师范 师范中学 来施砖 然后在孔庙附近 我爸突然已经出现了 这样我就很高兴 然后我就开始拿我手上画了 画给我爸看 我爸一皱眉 咬头 对 从此之后我就不画了 我也不晓 其实我现在想想 我父母还是对我很好的 虽然有时候还讲 逼我读书 逼我干嘛 逼我这些逼我那 但我现在其实我父母 像我不画画 不怎么样 他们还算是尊重 可是从此之后 我就把画画改成阅读画画 所以从小就喜欢看 看跟绘画有关的书 然后也造成我后来 开始有工作之后 出国旅行都是 我读过的跟美术有关的书的 哪个作品 在哪个城市 我就去那个城市这样子的旅行 那么一直到我199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30几了 那时候开始有版税了 我也不会买画房 也不会 当然都有 但是我也一直都不会很喜欢 然后钱也不让开 所以当我进了拍卖场 那一次也是意外进的 我都不知道有拍卖 虽然报纸天天看 但我都觉得 那跟我生活没有关系 我到成品 跟朋友约于成品书店 然后要看电影 那他们办公室在附近 那他突然跑来就说 对不起我会没开完 你再继续 他去外商公司 你继续 楼下 你不是要爱看画 楼下有一个画展 你去看吧 你再等我一个小时 我就在那个小时候 就闯进了苏比拍卖的展览 他正好在陈米画廊 那时候动画人录 然后就在那看 看看看 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 画是有标价的 然后我才知道画是可以买 而且里面的画家 好多我认识 隔天我就继续买了 而且真的买了刘其伟的画面 从此之后我就打破一件事 艺术品不是共有的 不是共产 而是可以变成私人才有的 我第一次打破 虽然我知道画是有买卖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跟这有关系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开始知道 如果你喜欢哪个艺术家 他有什么作品 你可以存钱去拥有 甚至前一代 再前几代 你只要 所以这也鼓励我开始更 其实受伤到今天为止 都是鼓励我更多的阅读 因为我可能有机会拥有 OK 我在听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有趣 就是 第一个讲的事情是说 挂哪里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了 就是你是收藏家 然后你要进入一个藏家 或者说你想要开始收藏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要思考一件事情 这东西放哪里 对 这个其实好有意思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 就怎么样突然想到 或者说为什么要想要分享这个收藏 放哪里这件事情 我就常举例 就是说 都是有了孩子之后 才开始当爸爸 在学会 学习当爸爸这件事 然后 我真的话 买回家才想挂哪里 然后我就想 在我从小之一 我爸画了画 一定画客厅大沙发 后面的最大墙 一定挂了画 然后我当然我知道 我爸本来就是个性很外放 就是很爱表现自己的人 就很永远的希望 别人在关注他 然后 可是 我发觉 也许是父子 我永远要 人家最好 所以到今天为止 虽然我会接受 参加一些美丽 可是我大概都希望 人家不知道 不知是我是最好的 然后我可以穿着妥协出门 是我觉得人生最大的自由 所以那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是我私人的 即使我放在家里 都有一种暴露感 因为 你买的东西 其实长到一个程度 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很 甚至你不会 不与言喻的一些小东西 在你的收藏里面 是被可以看出来的 所以 可是那时候 我还没有那么大大 想不动 那时候就说 我一挂 我绝不挂我家客厅 然后想了很久 挂书房 不行 我已经不够专心了 我永远是两本书在看 再加一个话 不就到时候 没把他看书了 完全毁了 我就决定挂房间 但挂房间又出一个问题 一般我都突然想 我爸也挂房间 他挂他床头上 一进门可以看 进房间可以看 你自己收藏 要喜欢的话 挂床头 你自己看不了 你一定挂床脚 所以我从那一天起 我第一张画是挂一下 我床尾床脚那一头 直到今天 我床脚还是挂完 最多画的地方 或者最隐秘画 有一些 可能挂在客厅 然后会 原来有这个屁号 这种画 我都会挂房间里 所以挂画其实很有趣 那也在 也在对于你自己的 品味 对 偏好 对 还有你的私人 你对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所以像这个 收藏开始 就会有所谓 放置的位置这件事情 那以现在来讲 当然一幅画 可以好好想说 我们这个放哪一个 刚有那么多心路历程 但现在的你 有这么多 已经收藏了这么多东西 房间也好 客厅也好 放满了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仓库 可能要放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呢 就是对于收藏这件事情 已经收藏到一个 其实你几乎不可能 把它全部拿出来 你也没办法 每天办法看到 所有东西的时候 现在的是怎么看待 这件事情 你说到我的痛 来录音之前 我还在做一件事 对 你永远不可能让你 我一直以为 你要跟你的艺术品 生活在一起 但后来发觉 我高估了自己 因为我买房的能力 没那么高 然后当然有很多作品 真的不适合 在家里面小空间挂的 那当然 我还是维持客服 所以还好 慢慢 台湾收藏 应该进入到 所谓中产阶级收藏的 我大概我这一辈 算是第一代 但有一些更长辈的 可能就开始收了 在台湾 那么 所以我们要面临 很多的问题 因为当代艺术 大型的创作 当代艺术 也是这二三十年才有的 比较明显 否则都是公共艺术了 那在我们收藏里面 收当代艺术 我现在不大敢收到 当代艺术 那就是大的装置 观念这种 那开始有这项 对应的服务 那可是服务 都大家都在摸索 所以这也是我最近 一直在思考 说你收藏根 因为我相信艺术品 就是你在你有生之年 短暂的管理权 它不属于你 艺术好的艺术品 它是永久的 所以你只是暂时 因为你有一点预算 正好可以暂时 得到的管理权而已 所以我在思考这事 但是你知道阅读和人的一些欲望是很难 这也是对应到欲望 就像我不晓得买酒会不会是 会会会 我刚才想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酒其实也很多 对对对 好像男性特别容易造成 就是我也要 我会说服自己要跟女生的 女性也会 女性多一条口红一样概念 那我现在也在思考这件事情 那么人生都是不停在解决这件事 就是你遇到了过剩 你收藏过剩的时候 你就开始思考你要剪 那你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又忍不住 又再扩张 就来来回 那最近我比较严肃思考 是我60了 我觉得在70岁以前 我可能还可以维持到 理性行为都很 自控能力之后 70岁之后 我比较没有把握 那以我家里 父母都 像我父亲90岁 还是可以跑来跑去 这样 我当然希望能够像他 但是我觉得 给自己时间点是70岁 我必须要决定好 我这些收藏要怎么去整理 是卖料或捐出去 或者是给下一代的人 我必须要很客观的建立 不是说结果 而是建立一套模式出来 然后有一个相对应的人 可以接手或督促我一起 因为70岁之后 我还是会继续有收藏 他可以在这个原则上 帮我整理 这是我想做的事 就有一个流程可以去 对 你说态换也好 或是转换一些东西 因为我也在看大量 不是大量很多 我以前很喜欢看 那个收藏家的传记 或者他的一些收藏的一些心得 或者拍卖工作 经常有个大收藏来拍 就会专册 会当时他为什么收的历史 他们怎么 那我也会问他们 怎么处理他们这些 所以有的是交给拍卖 有的是 有些已经有美术团 跟我在谈是 可以放他们那里 不归族 可以对应我的家族 家庭的人 然后他们可以放他那里 到什么程度的一些规划 现在有美术馆的成绩 像邵逸夫先生就有一大批 大家都会有美术馆 他们就愿意 如果你 你会希望在好的美术馆 那好的美术馆 也要看得起你 你要被 人家看得起你收藏 你要收到 到有那个分量 对 所以这也是我 觉得这几年 我可以努力的事 那 我好奇就是说 以现在来讲 你家里现在 有可以摆出来的 占你的收藏 大概多少 我跟你说 我连我厕所都挂花了 好 我现在我家里面 大概大大小小 大概三十辅助 有三十几件作品 哪年史外的雕塑 但是我跟我的歌差不多 还没追上我的歌 我大概是有四百件作品 长品有四百件 然后目前只能展出 十分之一 那剩下就是仓库这样子 对对 现在有这种服务 然后我刚刚说来之前 还在跟朋友商量 因为有仓储 现在看起来竞争了 那仓储的费用很高 我常会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年的房租都没有 我现在艺术品长租都高 这样 我都常会觉得 就一对年轻夫妇的 一年的住宿费 对 那当然他们会说 他们有等等 但是最近也在 也开始有竞争对手 然后再评估 那台湾这一点 仓储服务是越来越来越 因为经营仓储 大部分都是 美术馆的展示公司 出身的人建立的团队 都还不错 那就是比较最近 就可能会 这十年终于要换到另外一家 他有新的仓库出来 然后他们服也不错 好 那我另外一个好奇 就是说十分之一 我觉得有十分 等于说九成的在外面 什么情境之下 你会觉得 我们来换一下好了 就是我要拿出哪些东西 什么 比如说有什么季节 或者是 有有有有 我以前的概念是大概 就是你说一次就命中季节 我大概每每三到四个月 气候变化 我就感受气温变化 衣服会在有点改变的时候 我就会换一下 换一季 因为坦白叫 这可能跟我的 基本直觉 我就还蛮靠这种直觉 在过日子 就窗外的颜色变的时候 我生活的区域的颜色变的时候 死外 我里面就会变 我就会 我会 嗯 好了 我现在要看 全部是灰色系的床单 呃 我就会开始要换了 这样子 的时候我就会换 换 那么 那以前我经常就是局部 那我不会就准准就一整屋子换 我就换一部分 然后分成两三次 因为犯了 我经验里面换了一部分的时候 你要协调性 顺不顺 看得顺不顺 然后在第二轮 大概最多就是每换 大概分三次吧 换吧 这样子 但是这两年不敢 为什么 工资太贵 以前我都觉得一天 三天工资 然后他们大概二到三个人 帮我调啊 然后划完名单 要调调 翻三天 诶 弄完了 现在以前三天的假天 现在大概半半就划完了 OK 我现在好贵 我今天早上还在 跟同样一个收场 跟我差不多年制的时候 在抱怨这个事 所以大家都遇到这样 对 我都说早知道 我们当年应该多生几个儿子 现在他们就可以抬上 帮忙搬这样 对 其实以前 当然以前会参与 现在比较不敢爬高爬低 以前挂画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OK 为什么挂画是一个很大的乐趣 不知道 也许穷吧 那时候画也少 所以每次挂上架 换这张画的时候 你开始调灯光 然后看 就一个晚上就过出来 然后你特别放松 我就特别喜欢挂 但现在不行 现在一个人 而且现在画也大了 小一张一点 对 以前钱少买 而且现在年轻的画家 做了好多 现在特别不是画 上面还有拼贴 还有各种材料 纵使人那天挂一张像 然后他说 姚先生你别碰啊 你一定会闪到腰 20公斤 一张照片20公斤 OK 就你有印象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你面临到这个 这叫什么甜蜜的负荷 就是开始有可以要换啊 就是说你的产品已经超过 你可以展示出来 可以放置的 大概 我觉得我在孤零街那时候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意识到说 我最好房子应该有个小仓库 不能完全放在管理那里 那可是挂在小仓库的时候 我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挂在那仓库 恒温恒湿啊 还有防火 挂在我家我就常会 我瓦斯有没有关了 常常会担心 对对 我记得最明显 我就到北京住了大概半个月 半夜突然说 我好像那个没弄好 我就打半夜打勾 我第一次说 你帮我看一下 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冰箱没关了 我觉得在50岁之后 我开始 当然一个收藏高 因为我的性格在 因为我开始 把时间主权说得很潇洒 可是当你时间主权快 你就要放弃 你曾经有过的权利的 那段时间 我是有花了一段时间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那时候我患得患是很严重 我开始觉得 那些艺术品会不会 会不会受伤害啊 坏了 或者是 我要是坐一趟飞机掉下来了 那我还没交代清楚怎么办 我开始 那段时间我很焦虑 常常莫名其妙的焦虑 当然大概就是一两年就过去了 过去了 但是过去之后 我还开始严肃的思考 中年已经到真的 不是初中年 已经到末中年的时候 你开始要去思考 你的后端人生 你的资产不代表是钱的而已 它还代表它的情感 和你的责任在里面 你要怎么面对 像你收藏这些画作 当然画作为主嘛 那你虽然有提过说 你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投资 不是为了真的它后面增资 或者干嘛 但是不会想要知道它 比如说现在的市场的价位 或者说假设不小心知道 或是可能派外公司一定会找上你 可能说我们现在有一批人想要什么样的作品 那你刚好知道你有 可能之前你几年前你买的这样子 问你说有没有兴趣 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这么说有点矫情 我还真的不大为了卖画 买画是为了将来卖画的投资 我真的 而且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那后来有的时候 我曾经有过这么做 但是很快就被打脸了 就是你所有的算计都算计不过 老天爷给你的福分 所以我后来发觉 真的我那时候 人家说这个还不错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我想收 然后人家说未来什么 我说那好啊 那我多收几张这样子 就这个艺术家 经常这样 当你有这种贪恋的时候 我都会被打脸 所以因此我发觉 我最好的 如果说商业的评估能 就是我的艺术直觉 那我艺术直觉来自于 可能从小对美术爱好 还有大量的阅读 我发觉那些大量阅读 对我是有帮助的 可是我也不可否认 我现在已经会在运用 因为我大概 我不晓得美建筑 因为这个是这个 永远拍卖行 或者做艺术从业者 不会告诉你的一个事情 艺术品没有恒定的价格 即使是比卡扩 那像我最近那个Podcast 就讲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很喜欢的艺术家 我三大三个最喜欢艺术家 其中一个我唯一买到的 一个叫苏丁 然后艺术品呢 明明在那时候市场 也不是最好的时候 印象派 我那时候正好板税 比较好的时候 我还透支还没买到 就是从到30万 后来人家再加一个 我就崩溃了 因为30万已经是我一年的 我要预付一年的板税的 才可以付的一个钱 当时2000年左右 然后呢 大概12年后 他又出来 还是当年估的价格 那么当然他们知道 你永远知道 派卖工数在 一定要估低 才会刺激在买卖 那这样长家 可能是到第二代了 他们大的作品 在夜场都估很好价 所以一些比较钟情的 他就没有设底价 就让你们估吧 反正我那些重要作品 定好这些底价 他的成本 他们就觉得合乎价值 所以那时候 他就估的原来 估原来就算了 偏偏那天下大学 就是一几年那个大学 纽约大停电地铁 停摆的那一天 他们来不及延后 然后电话也只打通我 一个在 然后就现场来的 那些人都没上去 甚至有老太 老先生老太 因为要坐电梯 电梯停了 必须爬楼梯上去 拒绝上去 所以那一场 就活生就是 我一个人买走 就是底价来 只有我一个人举拍 就给我了 OK 就是当时我买的一般价格 所以我这次运气 但是艺术本来就高 比卡索也有回低的时候 像最近最红的 因为拍卖行 跟画廊知道 怎么联合运作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集中派这个 把它做高 但是我们手中的 结束的时候 就当几次拍卖消失了 价格就会下去 又回到 经常回下来 价格不是低价格 回到一个合理价格 我经常在合理价格买东西 可是当我知道 这个比较tricky的 一些游戏的之后 我就知道 在什么时候是该给 什么时候不该给 所以如果在艺术品 有一些些获利 经常是我看 那个时事在运作 我是音乐人 艺术爱好者 姚千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 陪你喝一杯 所以有哪一些是你 很想要收 但是到现在 可能是还没有这个机会 不管是太贵也好 或是没有预期看到 有很多是没有看到 像上次David Bowie的 遗产拍卖的时候 我还是跑到伦敦 我特别买 想买一个特别冷门的 一个北欧艺术家 我现在忘记了 他经常是 他是受了 伦布兰影响的那个绘画 但是他画 当然又有点超现实 经常是带点神话 但又古典的神话 一个北欧的 现在是七十几岁 他最有名的画像是 七八岁的老头 居然画自己的裸体 而且那个还是勃起的 然后明明就是一个藏老 我觉得他有 他这个也是超现实 我觉得他特别有趣的 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那是做 类似一个瑜伽冥想 有像玛格丽特这样 同一个人重复 其次在一个空间里面 但是用古典 最古典的那种 很精细的绘画 我很喜欢 他唯一在亚洲的 他竟然有到台湾 做过歌战 那我要说的是 明明是有人 就那一场 大家就是要抢那一张 后来我知道 那一张是在展出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明星作品 就买不到 他就是我一直 到现在 基本上是买不到了 然后他还在试 他还在画 他还在玩脸书 这个老头 那也有 我一直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最想买夏卡尔 因为夏卡尔 他最符合 那是我年轻的 唯美的 浪漫主义的思考 但读真的之后才知道 在表象之下的东西 那也还是说服我的 尤其 尤其最近这种战争 让我更想到 一二战那段时期 欧洲那些的犹太人 像最近在 看一些书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还觉得还蛮 从文字 从论述 他们的著作来读 是一会是 从艺术 夏卡尔系 可以阅读 不单单只是 爱情和香草而已了 那他也是 我很享受的 你现在的收藏 还会有主题吗 还是 没有了 主题其实是 鼓励自己的 阅读的 一定的一个鼓励 像我最早的时候 到现在还会 零星在就是 女性艺术家不知名 而且不设定国籍 但是他画得很好 那最好是设定在 Marlene就是 二十世纪初左右的 那一代 那时候又有战争 然后那时候 女权还不上来的时候 那群女艺术家 还是挺有勇气的 所以我现在还收了一些 还一直在收 像前一阵子收到一个 比较有趣 是维也那一个女艺术 她也是二战时候 但她运气很好 她就嫁人之后 就没有自己的画室 那她先生原理是允许 她知道她画 但是她必须照顾家里面 虽然嫁得很好 但是她现在一过世之后 她变卖家长 就到意大利 当全职画家一直到老 然后她很有骨气 就是音像派那时候 其实很沙文主义的 都男性为主 女性为辅的 女性不是为 女性是很外围的 除非你是要当我前夫 要当我女学生 这种是很沙文主义的 和那时候她就曾经 因为抵制那些 来不进入巴黎 她是绘画人 那我收到她一件作品 最有趣的是 因为她资源不高 然后她长家散在 非法国 那个音像发办 那个系统 在德国早道 然后拍卖 我是在拍卖 因为读了一些资料 拍卖居然也就买了 然后就发生一件事 我就觉得 我的修复师 因为我都会 只要年纪大一点 我都会把 收进来的时候 我会整理 请专业人整理 保持好她一个状态 然后她就告诉我 跟我收的 Rubens 她说 画下面还有画 我说上面的画 画得很差 我去查她研究 对照 上面不是她的笔 我说那把上面 帮她带笔的 因为女性是要可能 稍微画要长架 或者艺术家 帮她修改图了 慢慢 从一个山村图 变成一个街道图 就给她改了 反正我现在就还怕 她给我那个修复 会比我当初买花还贵 但是我突然觉得 为一个女性艺术家 做这件事很有价值 当然男性阅读 有很多阅读是很有趣的 但是是看起来宏伟 但是女性阅读在 并不见的 就只有在细微处 她有很多的 看世界的方法 这是我一直还 到现在还会持续有的 那么最近跟我阅读 比较有关系 我看是对德国的 跟二战 一二战德国发生的事情 有关 我刚刚买还没收到 就是被 最近收的一两件都是 在当时被纳 所以被禁止的那些 艺术家 他们都是比较表现主义的 由于他们 而且他们那时候 可能比较愤青 都是 就像最近大家 只会骂普丁骂 因为这战争 永远是两方面 但他们就会很强烈的表达 所以激怒了一个 一个凶狠的人 他们那时候的作品 我这样就对那些作品 所以那时候 表现主义在德国兴起 应该有一些 除了他民族性 也有那个时代的原因 除了这些 透过阅读 就是得知的 比较知名的 或者说 已经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的 画家 或者是艺术家之外 你会 特别去看一些 当代 就是现在的 新的 就是可能 很年轻的 当然一定 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很感谢 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那些收藏者 或者一些 creator 或者是研究员 有他们的互动 让艺术家作品被留下来 被给予定义 那我觉得 以前不敢当 后来这二十年 这十几年 我就比较敢做这件事情 就是 分享我的阅读 然后第二个 就是可以跟画廊拍卖公司 或者一些 creator 有一些互交流 但是不是以自己主张 但是我会表达自己的主张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 当代阅读 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应 华人 像最近有一两个 画廊就可能 渐渐的受影响 台湾跟大家都有 他们就开始 当代 某种商业角度 是新奇的 年轻艺术家新奇 尤其是 Instagram带动的这一波 那么我也不反对 Instagram 有些年轻艺术家 自己经营自己 那么在这一波 我们怎么阅读 那华人协同 不管是 你是大陆出生 或台湾出生 或新加坡出生 你知道华人协同 在全世界 其实纵观起来 是很有趣的题目 我觉得经常 会看完之后 或不同的 其实有很多 国家的画廊 偶尔会 他们知道我 收藏就会推荐 这是你们华人艺术家 在我们这里的 你看看 张伟收的这些资料 然后我就觉得 最近就有几个画廊 开始 全世界的 当代的 年轻的艺术家 我就觉得这个很棒 那这早以前呢 可能比较拘谨 就是台湾 中国 新加坡的 华人年轻艺术家 我会 实际上有这个 我看一下大纲 我喜欢的话 我就进去 而且如果我进去 如果觉得艺术家 有机会了解的话 我经常就是会 一直支持到 他成名前 每次展览 我都会收一张 让他可以 我继续往下 所以我那仓库 不要以为 我400多张 都是影响 我有300张 是年轻艺术家 累积下来的 那都不是 但是那是情感资产 还阅读资产 OK 像刚刚讲到 那个Instagram 就是比较新一代 这样的做法 那当然刚刚 其实前面 我们有稍微提到 那个NFT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科技 对于这样子的 画作的影响 不管是IG的影响也好 或者是NFT这样子 因为NFT其实在 大概就是今年 今年跟去年 在艺术 在画作上面 其实引发了 非常多的热潮 当然很大一块热潮 是因为 那个价钱的关系 就是有致富这个问题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 科技或是NFT 对画作的影响呢 区块链是大概 四年前就 第一次有区块链 跟我们谈 要是你那个作品 送钱给我们 做区块链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 而且来跟我讲的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朋友 所以他已经跳进去了 然后他就有科技工程 要做区块链 等等等等 可是我就一直在思考 这件事 区块链跟实体 因为音乐 本来就不是实体的 只是当时录音跟制造业 做出一个界面来 然后变成商品卖 他是本来最容易在NFT 就是那种 可以成立成个商业机制的 反而你看 当数位音乐起来之后 网络其实到现在 没有一个音乐网络是赚钱的 都是在投钱 那这也是要 你看都已经十多年了 你把一个实体产品给毁了 但是音乐 没有Spotify都不赚钱 都一直要投 那问题是在哪里 他没办法成为一个商业机制 那NFT好像是 所以那时候 可是你怎么变成 这就变成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发现 去中心化是一个理想 我并不是说 就是做不到的意思 但是要做到是有点难 而且只要一去中心 他就可能变成一个 好人坏人聚集 就是一个比较难管理 当你确实管理的时候 他商业的可靠性的 稳定度就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逻辑上 但技术上我还不知道 那好 那到目前我另外一个 当艺术的NFT 这个再起来的时候 再变成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尤其那一段时间 正好是那个 脸书提起那个 元宇宙的概念 因为我还蛮讨厌他们的 这几年 我要诚实说我不要说话 我对他们的品格问题是质疑的 然后但是可能是某几个管理者的策略上造成我 对他的不信任 我不能说整个品牌是有问题的 可是有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元宇宙在他的demo那个样子的话 那个宇宙我不想要 就是他皮笑肉不笑的假玩偶的 我要真的进入那个世界 就是我要变成一个符号 来一个玩偶 我不想 然后但是 在那个虚构的世界 可能会形成另外一个乐趣 造成的一些 在人们心灵活动 在里面活动的时候 开始产生一些思想 跟我觉得艺术应该来自于文化 文化的意思并不是说深度 而是在人在一段时空之间 交织成一些他们觉得可定义 或讨论的一些价值的时候 那叫文化 因为有文化 艺术音乐都属于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把实体的东西放在未来的世界 把定义是那时候的文化定义的艺术作品的话 但终于我现在比较 我一个NFT都没有买 因为我知道你可以挣钱 但是你要跟平台创始 还有跟第一波投资者要 那个timing要抓 你要有这个 你就会获利 那其他90%是韭菜 那我好像有机会当班了10% 但是这个就要变成你要不要做这件事 而未来NFT有没有就是在 区块链有没有艺术 我觉得有可能 当整个类元宇宙就是虚构世界再成熟一点 可能又属于他的一些类音乐类艺术的这些文化价值的作品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在文化成型之后才有作品 而不是在连架构都还没做起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我的艺术品在这里 这是一直没有说服我的地方 那这是所谓的目前NFT艺术满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NFT就是短影片短照片在编辑这些东西 然后大量照片的编辑都还是在我们实体的一些经验里面的做一个总结 也许这是一个刚开始的定义 但是这个定义一段时日就过了 那未来还要等多久才真的有NFT艺术 我还在观望 我并不否认未来的世界是有它的虚拟世界的艺术品或音乐作品 可是绝对不是像现在实体世界所听到所看到的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就是在观察看看会转变成什么样子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应该还看不到 真的 我觉得科技很快 但是怎么定义这件事情是要很长的时间的 我们就回到一下那个Podcast 我现在这个Podcast是来到第二季 那第一季是介绍五个艺术家 第二季现在我看到的是六个 那就是这个选择 比如说当然我们照顺序听是一种方法 那或者说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好像特别选这些 值得大家特别去理解的 当时找我做Podcast的 可能因为最早我在豆瓣有做一个音乐课 当时他们也要开始要进入所谓的 知识付费的时代在中国 豆瓣是一个知识分子聚集地 所以他找了我找了杨兆 白仙有北岛 各种文学 文科分成四种 我会在pop就流行音乐的 他们认定 其实这点也比较特别 在大陆他们 尤其台湾那段时间的音乐 他们会定义是一套 是有系统的一套选择 所以那时候也很荣幸 被他跟我很崇拜的一些文学家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 虽然应该没有获利 我觉得 但到今天还在那套课 也造成了 那时候是要录音 然后编辑 可是那个经验 到后来所谓的 西马来亚这些音党的 那个平台兴起之后 我反而没有兴趣 因为开始分众 所以八个字我是怀疑 但是我最大的动力是 我开始听有声书 因为我说阅读会跳 尤其这段时间我在练习 又在pick up我的 我外语不好 英文阅读这样子 所以我发觉 这个可以克服我跳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他们来找我做 我就打一半 前面有不同的 找我做什么 我就都没有 而且我也在 我刚刚为什么说到 多半那一件事情 让我在检验自己 在音乐产业时间有效 然后我开始用一个 所以我刚刚对你们就很有兴趣 因为你们这一个 世代的编辑概念 跟我们那个世代 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我认识的 很多媒体的杂志 等等那些编辑 跟你们现在是 所以我说 你们有分科 因为现在科更难分了 但是我就很好奇 你们怎么分 以前就是切三块分 但是豆瓣就让我开始思考 网络时代时候的知识的分类化 和叙述化 例如说延伸阅读这个事情 我就发现 当时我的编辑官是一首歌 我只要提到 这首歌可以对应什么 他就把那个人的歌连带 资料就列出来 就是我的讲堂 如果是一堂课是15分钟 下面的文字是两三万字的分类 我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的 新世代的阅读 那所以到Pakest的 到我做艺术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用一个 比较网络阅读来看 我以前在书本上阅读 或者在收藏美术馆 实体阅读的这些 不同的阅读法在定义 那第一季 当然就会从 他们第一个谈艺术的 所以他们也没有大目标 就说你来建议哪些 我说以艺术家为单位 他说好 因为我在联合报纸写 以作品为单位 我说那时候以艺术家 他们好 我就挑五个正好 我就分大类 All Master Modern 华人等等这样 我就分五类 各挑一个 我有收藏的 读的比较深 然后我有兴趣 再就纯粹从网络搜查资料 update他以前书本上 跟美术馆 我看到的资料 那今年他们倒是有提出一件事 我特别告诉他 他说东南亚 东南亚艺术 我这次有加另外一个女性艺术家 因为上次我提了一个 一个女性艺术家 罗兰森叫巴黎画派的 那好像是蛮有反应的 那他们就说 女性艺术在提 那我说好 那我们再提 因为我发现 提一些非热门的艺术家 其实我的阅读 和说明空间更多了 那这一次我就挑了 我没有挑什么 潘玉良这些 陈静 我挑的是张丽颖跟邱提 那可能对很多人是陌生 但是他们同一个时代 但是都是华人血统 但是一个是 一个是在新加坡 那一个 他们曾经都在上海过 然后各种命运 所以有点像 我很喜欢那个女作家 张爱玲一样 就是人生的漂泊 那这个故事就很有趣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女性艺术家 同样的在对应他头一代的 甚至他先生是个画家 对应他先生 或者张丽 他画他先生 他先生是比他父亲年纪大的一个 当时的外交官 然后他的这些阅读 那就那种时代 尤其那样变迁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姚先生姚老师 来马六陪你喝一杯 然后他最近还在上 这个一个人的收藏 这个Podcast 第二季还在上 每个礼拜六 那之前第一季已经上完了 所以这个五个作 五个艺术家的介绍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听看 我觉得蛮 蛮有意思 而且每一集不会太长 大概20分钟左右 蛮轻松的 你可以听一听 然后了解这个故事 然后你有兴趣的话 当然不管你买不买得起 可以先了解这个故事之后 再来看 是不是有兴趣 多了解 对 然后再去想说 我是不是要开始收藏这件事情 而且我的经验 你们当然美术馆自己看 是很有趣 有一些导览的书 但是如果你知道 别人这么看一件作品的时候 也是一个有趣的经验 所以我只是分享 我这么看 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品 也许可以当作你 以后有机会 遇到这一件 作品 或遇到这个艺术家的时候 可以激发你更多的阅读感想 OK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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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